很多人都會相信樓市是有周期這個理論 還說香港每隔十幾年就會出現一次 由03年到現在升了十幾年 應該是轉世的時候 還說現在入市是極度危險的一刻 買家應該要耐心等候他跌三五七成才入市 不要被目前瘋狂的市況所迷惑 我都相信周期 不過就不是簡單的周期 而是中國五千多年文化的結晶 逆經的周期理論 逆經中的乾掛中的綠淆 已經充分了反映國家和朝代的生老病死 中國從共產黨1949年執政以來 就是一個朝代的開始 按照中國的朝代更替 過了頭二三十年 就表示政權穩定 朝代可以延續上過百年 甚至三四百年都正常不過 我現在想用綠淆去講 中國所處的周期 初九潛龍物用 1949年到1971年 共產黨剛剛獲得到政權 一切以穩定為大前提 九二建龍在田 利見大人 1972年到1988年 熬中的大人就是美國的尼克遜訪華 九三君子從日前前 直約例無咎 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不出頭 1994年或若在冤無咎 2008年到40年 金融海嘯之後 歐美國家元氣大傷 中國開始就有話語權 1995年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2041年到2085年 中國的GDP會佔全球的GDP近一半 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 九六航龍有悔 亥子醜是文革年份的回合 國運就可能有少少回落 現在2018年 正是處於九四或若在冤的階段 中國的國運染染上升 三十多年前全國五百強 佔不到一席位 今天已經有一百二十多家 再過多二十年 有一半是中國的企業 就是自然不過 佔全球半數的GDP 並不是瘋人說夢 中國未來每年 以7%的增長 7到10年翻一翻的上升速度 有錢的人只會越來越多 最居國內北上廣深 和最自由的香港 是必然的首選 美國的房地產 在過去一百六十幾年 仍然上升 就可以肯定 樓價和國運是掛勾 美國在2017年特朗普 獲選之後 搞到人民不完結 動搖著美國的恨心價值 反而有些到了九六之鴨 美國畢竟是世界一哥 樓價都維持在這麼高一段時間 情況就不如朝陽般的中國這麼樂觀 微觀的經濟周期 在浪化寬鬆和企業回購股份的時代 資金的氾濫 令到樓價和股價嚴重扭曲 不能夠簡單用經濟的周期去預測 取而代之 用傳統的國學和長時間去看事物 推一步反而看到廬山真面目